台日学校交流今年来是非常密切 这次日本一所高校 特别带了将近400名的师生 前来桃园一所高中来参访 学校也特别准备很多有趣的课程 让日生们可以体验 其中的人体彩绘 让很多日本高校的女学生 是非常的心动 知名一定要体验一下 老师通过同一幕 跟学生们讲解彩绘的诀窍 学生们也很认真的观看 仔细一看 除了是学校校内的学生外 还有日本来的学生 虽然日本学生听不懂中文 还是很认真的听着老师的讲解 用看图说故事的方式 去理解彩绘的诀窍 我们接待日本的板户高中 那日本人跟我们台湾人 最为接近的可能就是花 花绘的部分 所以我们利用我们本身原有的课程 彩绘课程以花来绘有 所以学生利用他所学的 像是梅花 樱花 做这样的设计 然后透过这样的课程 让他们可以增加国际视野 可以跟日本的同学互相切磋 在听完老师的解说后 台生开始准备颜料 准备帮日生们画上台湾的花朵梅花 当然为了展现对日生热情的欢迎 在梅花旁也加上樱花 用两国的花朵来交流 以花会友 让他们看到台湾的热情 就是动作很流畅 然后很顺利 然后颜色又用得这么丰富 对他也是非常地刺激 学校表示虽然这样的课程 两国学生无法真正地交谈 现场也没有翻译 只有透过彼此的眼神和动作 以及简单的英语做沟通 但是可以让这些学生 体验到人生不同的面向 接触到多方的国际视野 了解原来文化可以透过这样的互动 来进行更深深的交流 桃源线新闻 冬玉飞杨梅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